好 同学们 来看照 我接下来给大家强调权的是什么呢 很多人刚才就说 你这写的多任务的和他任务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于哪呢 同学们 要注意听 原来的时候呢 咱们没有在这个位置创建多进城 也没有创建多县城的时候 不是也能实现我的浏览器可以防卫吗 那么我用了多进城之后有什么好处呢 它好处是在此 同学们 我简单来找个图来给大家描述一下 我简单在这个地方 用它来描述一下 假如说这是一个客户端 这个圆圈呢 是咱们原来所说的服务器 如果要是单任务的话呢 咱们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 你过来的请求的时候 服务器忙着为你服务 如果这个期间又来了一个两个浏览器 那么这两个浏览器 目的是要三次握手和它成功 是个道理的吧 但是如果这个服务器忙于 为这个一号客户端服务的时候 它来不及去调用accept 来不及调用accept 它就四次握手 它是等待的 就是没有实现的 三次握手的开始是connect 发起 三次握手的成功是服务器调用accept 今天我说什么意思了吗 那么也就是说你服务器S正在为1这个浏览器服务着了 没有时间倒过头来调用accept 因此导致了2这个浏览器呢 它会在这个地方等待三次握手的成功 即connect成功 当一成功之后 你的数据不是立马就过去了吗 请求就过去了 那么接下来它才为你服务 那么这个期间 如果还有一个哥们是3号 那么3号的目的也是想三次握手和它成功 那么3号也会在这个地方卡的 这么做能理解了吗 那么多任务怎么一个体现呢 因为我刚刚确实实只有一个浏览器 你体现不出来 如果你有一万个浏览器 我告诉你效果就绝对不一样了 你要设想一个场景 你真正做的网站 是有很多人一起访问的呀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很尴尬的一件事情是 你如果先打开浏览器 你看到页面了 后面那个哥们如果在那个等 后面那个哥们是不是相当不爽呀 那么怎么办呢 问题就落在了 我怎么才能做到对一服务的时候 我可以单独为它服务 同时2来了我单独为它服务 同时3来了我单独为它服务 这么说理解了吧 我是怎么办的呢 假如说1 2 3 在三个浏览器的请求 几个三次握手的请求来了 我在我的主进程里边 我循环调用w2 我丢一个w2 请问同学们 是否也意味着我accept得了一个词了吗 假如说我先得到了1号的链接 那么一定要accept 操作系统几层 四次握手 三次握手就成功了 那么接下来 你创建一个子进程 单独为1号浏览器服务 那么有可能呢 我的主进程呢 在紧接着一循环的时候 又立马accept得到了一个 我再创建一个主进程 为它服务 创建一个子进程 为它服务 我在主进程 再去循环的时候 又得到了一个请求 我再创一个子进程 为它服务 那么最终实现的效果 就是说 有可能 1 2 3 在三个浏览器 请求的页面资源 相当复杂 就这个意思吧 过几天不就双腰节了吗 如果说双腰节的话 同学们 其实里边的资源是很多的 各种图片吧 各种 各种资源都在里边放的 那么一说呢 这种是怎么办的呢 你来一个 我创建一个进程 单独为你服务 我来一个单独为你服务 单独为你服务 也就是说 我三个子进程 都创建成功了 但是浏览器 很有可能还没有下载完 想要的数据 这么说理解了吧 要说我更快的 找一个人为你服务 为你服务 为你服务 这个时候大家就想了 如果要是最多 我经过我的差不多 我的一个估计 我的一个策范 我最多呢 差不多有五六十个 或者是一百多个客户团 一起过来请求 那么大家想想 是不是将来我这个 如果是多任务的话 是不是相当一百个客户团 是不是一起下载数据了吧 那么最终的相当一百个用户 是看的效果 是一起都在下载的 如果要是单任务 一号在服务的时候 有可能资源相当复杂 一号相当慢 导致了二和三 是不是那个地方等啊 你的浏览器 就在那个地方 转呀转呀转 就在他们那一面 用户一般就把网站关了 像我这种情况的哥们呢 我一般打开一个网页 如果五秒打不开 我就有可能要下一次的 Ctrl W把它关掉 Ctrl W是个快捷键 快速的关闭一个标签页 不是Ctrl Q Ctrl Q是一个浏览器 自己关了 Ctrl W是快速关闭一个 window窗口 那么立马就关了 立马就关了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想 一个网站肯定是 想方设法吸引更多的用户来呀 如果因为你的性能 导致了用户体验不爽 人就不来了 一定是这种情况 一定是这种情况 所以说现在的开发是干什么呢 想方设法让服务器快 你不是说拍声语言卖吗 来换个快的 什么快呀 CC加价来换 CC加价换到CC加价 你不是说咱们自己写的 这个服务器卖吗 那么你告诉我谁的快 比方说另外一个服务器的快 我要问那个服务器 是不是花钱还是不花钱 不花钱直接拿过来 我就要问一个问题 不花钱稳定吗 一般的公司都会买花钱的 你懂我意思的吧 因为花钱会有售后 我这个地方不行 立马你的公司的人 会派人过来解决 一般的像大公司 一般都直接花钱 因为它是什么呢 它想最终体现出来的是一个爽子 让用户觉得这个浏览器爽 打开就立马就开了这个网页 打开一个网站 五秒钟都打不开 立马就关了 用户越多 流量越大 流量越大 赚钱可能性越大 如果你要是有 就这么说的话 如果你自己以后做了个网站 自己做了个不靠 你有十万个用户量 那么我告诉你将来 每个月赚很多的钱 都没有任何问题 真的这是真的 光放广告一个月 挣个一万两万的 一点问题都不成 不在话下 那么将来还不包括 合作的一些东西 对吧 放一些软文啊 放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都是可以赚钱 好了 那么基本上现在 我就刚刚给大家说了一个点 通过多进行和多现成的目的 只有一个 是不是相当于同一时刻 为多个浏览器 是不是一起服务啊 单任务的话 只能一个一个来 但是呢我估计大家呢 也会想到一个问题 我如果要是同一时刻 涌入过来了一百个链接 你创建一百个进程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 没问题 要是来一万个呢 那就一万个呀 来一千万个呢 那就一千万个呀 说的都是轻松 你的电脑绝对顶不住 一个进程差不多了 将来需要用几兆的空间 一个进程差不多就需要用几兆 一千个这不就到了G了吧 对吧 一万个这也到了T了吧 那么将来你给你 一万个就好几G了 好几十G 好几二十G了 我告诉你 你的普通电脑根本成熟不了 所以说 就是一个进程 有好几兆的内存空间 你想嘛 假如说一个进程是四个兆 四兆内存 来上一百个 这就是四百G 四百兆 来上一千个 这就是四百G 是吧 四百G差 四千兆 四千兆 将来换算出来的话 差不多是不是就四G左右了吧 那四G左右 你的内存一共有几个G 确实就是很简单一个道理 要是有一万呢 你得四十个G啊 你的内存哪有四十个G啊 怎么可能呢 真正的服务器里边 当然可以得到 服务器里边 可以通过查各种内存条 赶成32 这都没问题 但是你要想了 一千个一万个 像百度这种 一天有好几千万个用户的防卫 你怎么顶得住 所以说最终我表达了一个意思 单任务不如多任务的好 多任务的 你不能进程越多越好 也不能县城越多越好 这么说明白吧 你会用什么呢 进程一定资源比县城大 这是话都不用说 这肯定的吧 那么一千个一万个县城 理论上讲 东哥是不是也可以啊 理论上讲是这么回事 但是呢 我还是不这么建议 用什么东西呢 你想想用什么 学程 那么咱们原来用过什么东西的学程啊 是不是用过几亿问才不成了啊 对 那么接下来咱的一个目的啊 咱们先下个休息 休息完之后 你想一个问题 进程县城都实现了 那么用协程应该怎么做 那么将来用协程能顶得住一万的话 那进程有可能就顶不住 这么说理解了吧 咱们休息 接下来十分钟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